精神不老 你的潜意识从不衰老 它是无时间无空间的 它是无限的 它无生无死 是永恒之灵的一部分 精神不老无需预测 忍耐 善良 诚实 谦卑 和谐 安详 以及兄弟般的爱等等 这些精神品质 从来不会衰老 如果你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上 而且你可以不断地发扬这些优良的品质 你的精神就永远年轻 我记得几年前 雜誌上的一篇文章 报道了一组知名医生的发言 他们说 仅仅是人的年龄 不可以证明人是衰老的唯一原因 他们还发现 对时间的恐惧 会被我们的身心 带来衰老的影响 如果对时间效应 产生一种神经质的心态 你就可能未老线衰 当年以来 我有机会研究了一些名人的传记 发现他们在晚年都有很多的成就 远远超出了正常有成果的年龄时段 我还有机会遇见很多不知名的人 他们虽然生存空间不大 但是同样证明 他们年龄虽然大 但是身心很健康 但是身心很健康 没用了 那就结束了 这种态度是他疾病的根本原因 他只是期待着死亡 认为死了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的确 他的精神已经衰老了 他的潜意识 也照着他的这种习惯思维 反映出他的现状 不幸的是 有很多人都好像这位老人家一样 持有同样的生活态度 他们害怕听到 年纪大了 你世远了 可以死了 之类的说话 也就是他们害怕再活下去 然而生命是永恒的 年龄并不是岁月的流势 它象征着智慧的黎明 智慧使人认识到潜意识中的巨大精神力量 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力量 65、75或者85岁不是生命的重点 要消除这种思想 它是辉煌、圆满和最丰富的一种生活方式 比你以往经历的任何生活方式都好 年纪大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悲剧来临 我们将年龄的这种战变过程 称作一种转变 它应该是被高高兴兴地接受 它是人的生命通向永生的一个楼梯 人有一种力量可以超越它的体能 人具有一些感受可以超越它的感官感受 当代的科学家发现 有很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以证明 人的某种有意识的东西可以离开它的目前身体 行程千万里之外 去看、去听、去触摸、去和人交谈 人的生命是属于精神的、是永恒的 生命的本质从来不会衰老 或者说上帝从来不衰老 上帝就是生命 生命可以自我更新、是永生的、是永不毁灭的 它是人类社会的现状 在美国和英国的心理学研究学会 那些人所收集的证据令人是惊的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大都市的图书馆 你肯定会找到大量的资料 报道有关心理研究的成果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一些著名科学家 对死后复活方面的发现 你会发现 由美国心理研究所所长 赫德华·卡林顿写的 《精神复活案例》一书 报道了通过科学试验 证明人死了之后的另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 你会感到很恶然的 老是一种自我暗示 一位妇女问托马斯·外迪生 外迪生先生啊 什么是电啊 外迪生说 女士 电就是电 用它就行了 电是一个称呼 我们用它来表示一种看不到的力量 这种力量 我们还是不可以完全理解 但是我们可以尽力去学习 有关它的原理 而且使用它 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利用电能 科学家不可以用眼睛看电子 但是他们将它当作一个事实来接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证实其他试验的一致性 我们没有办法见到生命 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是活着的 生命就是生命 我们生出来就是要展现生命的美好和生命的荣耀 相信人从出生到少年 青年 壮年直到衰老 然后结束 这就是生命的一切 只有这种世俗的生命循环观点的人实在是可悲的 这样的人心里无依无靠 无希望 无眼界 对他来说 生命是无意义的 这种信仰只会带来消极 慈钝 冷言冷语的换世不公的态度 带来一种无望的感觉 会产生各种心理失常现象 如果你不可以像你儿子那样 那么敏捷地打网球 游泳 你的动作慢了 步伐迟钝了 但是你记住 生命总是会更新的 人们所称的死亡 只不过是开始了通往另一个新世界的旅程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 接受年长的事实 年龄有他自身的荣耀 美好和智慧 和平、人爱、喜乐、美好、幸福、智慧、善良、理解等等 这些精神品质是从来不会变老或者死去的 诗人同哲学家爱陌生说过 一个人给人的记忆并不是他的年龄 而是他精神上有价值的东西 你的性格、心理素质、你的信仰是不会衰老的 每隔几年 我都要在英国伦敦的卡克斯顿大厅讲课 有一次课后 一位外科医生跟我说 我今年84岁了 我每天上午做手术 下午看病人 晚上为一些医学或者科学雜誌写东西 他的生活态度说明他很有用 就好像他的自信那样 他的思想仍然年轻 他说 你的说话是对的 人就是这样的了 认为自己强壮就强壮 认为自己有价值就有价值 这位外科医生没有向他的年龄屈服 他认为自己是永生的 最后他对我说 如果我明天不在世了 我会去到另一个世界为人做手术 我不再用现在的手术刀 我进行的是精神上的手术 不要在辞掉工作的时候说 我退休了 我老了 我结束了 这样会被你带来精神上的迟钝 好像你真的死了 结束了一样 有些人才30岁 就好像老人家一样 有些人都80岁了 但是还好像年轻人一样 人的心灵就是生活的编织者 建筑师 艺术家 设计师 或者雕塑家 艺术家萧八纳90岁的时候 艺术的创造力 仍然是很活跃的 年龄也是财富 我遇见一些人 他们抱怨说 有些老板 是听到他们已经40岁的时候 几乎要将他们推出门外 雇主的这种态度是冷酷的 缺乏智慧和人性 他好像只是看重35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种认识是很肤浅的 如果雇主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他就会认识到 那些人不是在出售他们的白发或者年龄 而是将他们在生活市场上 多年累积的经验 智慧和才华奉献出来 你的年龄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 都应该是一笔难得的资产 因为它象征着你多年生活中 与人打交道所积累的经验 反映了你的善良和爱心 你的白发 如果有的话 代表着更多的智慧 人际关系的技巧和更多的理解 你感情和思想上的成熟 对任何一个单位来说 都是巨大的财富 人在65岁的时候 是在处理人际关系 制定未来计划和政策 指导别人方面最有用的时候 因为他对事物发展的本质有经验 有洞察力 荷里活的一位电影剧作家 告诉我 人们要他为12岁的少年写剧本 但是如果人们要看到他所描写的少年人 都是在感情和思想上较成熟的话 那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换句话说你要强调或者宣扬的那些人 他们没有生活经验 缺乏识别能力 判断仓促等等 有一位65岁的老人家 他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持年轻 周末他和年轻人一起游泳 去做长途不舍 打网球 以此来炫耀他的勇猛和健壮的体格 他说 看看我可以和他们之中最好的相比 他应该记住这么伟大的真理 因为他心怎样思能 他为人就是怎样 记性 锻炼 以及所有的运动 并不可以让你年轻 你的成长应该和你的思想同步 你的潜意识受你的思想影响 如果经常去想一些美好的 崇高的 善良的事情 你就会常保青春 年龄已经不再重要了 老是一场新的冒险 若白说 我最怕的事情终于来了 有很多人害怕年老 对未来心中无概念 随着年纪的增长 总是在预测将来在精神 和体力上的衰竭 他们怎样想 怎样感受 也都会带来些什么 你如果是对生活不再感兴趣 停止幻想 不再追求新的真理 或者开挖新的天地 你就老了 如果你闯开心胸 迎接新的思想 寻求新的生活乐趣 你就会变得年轻 就会有活力了 如果你已经65或者95岁了 你应该意识到 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奉献 你可以帮助年轻人 劝告他们 指导他们 同样他们心里平安 你可以传授你的知识 你的经验 你的智慧 你可以时时刻刻 期盼和注视永生 你每时每刻都在那儿 展示着生命的荣耀和奇迹 你可以不停地关注新生事物 这样做 你会发现你的心总是年轻 几年前 我在印度漫买讲货 有人推荐我去见一位110岁的老人家 我认为他的样子 是我所见过最美好的样子 从他的脸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在 好像在散发着一种超自然的美 他的眼神中流露着一种喜悦 好像在那儿和人说他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他的心灵深处给人的感觉总是光明和坦荡的 可以肯定这么说 你的心灵是不会退休的 好像一个降落散 如果不打开的话是没用的 你的心也应该这样 要敞开 接受新事物 我见过65岁 70岁的人退休 他们的心一早就老了 没几个月 人就去世了 很显然 他们觉得生命已经结束了 退休可以是一种新的冒险 一种新的挑战 一条新的道路 是实现年轻时候的梦想的开始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 我已经退休了 还可以做些什么 你会感到一种没办法表达的沉悶 他实际上在那儿说 我精神上和体力上已经死了 我心里面不再有什么想法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实际上 90岁会比60岁收获更多 因为你每天都在那儿理解生活 增加智慧 不断地学习 发现新的乐趣 一位企业的总经理 几个月前被逼退休了 因为他已经65岁了 他说 我认为我退休就好像有儿园的孩子 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一样 他是这样进行推理的 他说他上完高中 就又向上爬了一层楼去上大学了 生活从总体上也是这样 每向前进一步 对生活的认识就提高一步 所以他现在退休了 可以做以前想做 但是不能做的事 是在生活和智慧的楼梯上又进一步 他得出了一个理智的结论 说他不再为身价而忘录 而是关注怎样来好好过日子 他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他参加了培训班 之后他出国旅游 拍了不少风景区的景观 他现在为不同的人群 社团或者俱乐部等等讲课 广受欢迎 在你周围的环境里面 你总可以发现各种方法来寻找乐趣 你可以热心于了解一些新观点 新想法 你可以不断学习 不断发现新的东西 这样你的心态就会永远年轻 因为你对新事物总是渴望了解 你的身体也会随着你的思想 做出积极的反应 老是生命最美丽的花朵 在美国加州的会议选举中 大批的老年选民被选上 这意味着在国家立法机关 和国会里面将要听老年人的声音 我相信将会出台的一些联邦法规 以防止公司对年长者的歧视 65岁的人 可能比30岁的人在思想上 身体上和心理上更年轻 如果人过了40岁就不可以被拼用 那真是荒唐可笑 人过了40岁或者50岁 是不是要将他的财华埋没了呢 这样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 还不得不养住他们 这样无疑是一种财政自杀 人活着是要享受劳动的成果 人人都应该是社会的生产者 而不是社会的囚犯 被逼处于一种游手好闲的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体力活动会放慢下来 实际上 人的心思从来不会衰老 约伯说 为愿我的境况如从前的月份 如神保守我的日子 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 我借助他的光行过黑暗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帐逢中 神代我有物有知情 想要缓发青春 就要学会去感受你潜意识中 那些奇妙的 全能的 自我更新的力量 它会好像潮水一样 在你的全身涌流 要确认 而且感受你已经被昇华了 你越活越年轻 好有活力 你的精神已经被唤起 又被充满了电 你会抑制不到 这种内心的喜悦和激情 你的心就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 你可以这样感受 理由很简单 就是你时时刻刻 都能够在精神上 和感情上去获得 你心里面所想的快乐 不要说我老了 要说现在正是我最有智慧的时候 不要让公司 报纸 或者其他什么统计年龄 来诋毁你 什么老扭 老太隆忠 没用等等 要拒绝这些胡言乱语 不要让他们将你搞糊涂 要肯定生命的永恒 而不要在意肉体的死亡 总是想象自己是幸福的 快乐的 成功的 耐心平安 充满活力的 美国前总统克伯特·胡佛 88岁的时候 还非常活跃 做着很多有意义的工作 我曾经在纽约 他的住处拜访过他 他健康 富有朝气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 他请了几个秘书 为他对外联络 自己在写一些 有关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 这个老人家好友好 仁慈 善良 善假人意 非常和爱可亲 他思想上所表现出的精神和软健 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对上帝很虔誠 对永生充满喜悦 在过去的大萧条年代 他曾经受到过强烈的披挤和批评 他虽然力经磨难 但他从来不对什么人怀恨在心 去报复或怀有恶意 相反他让灵魂心存安静下来 让心中有平安和力量 我父亲65岁的时候才学习法语 70岁的时候已经完全掌握了 他60岁的时候研究蓋尔人 后来在这方面成为了专家 而且享受这方面的知识 他帮助我妹妹上大学 直到他99岁去世 他99岁的时候思维很清楚 就好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 另外 他的书法和推理能力还在掌进 的确 你就是你认为的 和感受的这么年轻 罗马爱国人士马富斯 8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希腊语 德籍美国人 女低音歌手欧内斯亚女士 在成为了祖母之后才获得成功 达到他的艺术最高境界 注视老人的成就 真是让人从内心感到喜悦 陆军上将杜 杜格拉斯 默克阿塞 哈里 杜鲁门 德怀德 戴卫 艾森 豪威尔 以及金融家 伯纳德 巴鲁克等等 老年时期都很活跃 对生活充满了兴趣 毕生在为人奉献出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8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乐器 画家米歇尔 安吉洛 80岁的时候 创作出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 西蒙尼斯 80岁的时候 他的诗歌作品 才获奖 德国作家 哥德 80岁的时候完成了他的诗剧 弗斯德 利奥波德 冯科兰 80岁的时候开始写作 92岁的时候才完成他的世界历史一书 亚尔弗雷德 坦尼森在83岁的时候才完成他的藏励诗篇死亡 压撒克 牛顿 85岁的时候还努力工作 约翰 韦尔弗斯利88岁的时候还在报道指导理工会 你听我说课的人中有好几位95岁的老人 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身体很好比20岁的时候还要好啊 如果你退了休 就对生命的规律感兴趣啦 对潜意识的奇迹感兴趣啦 做你一直想做而没机会做的事啦 去研究新课题 新思想啦 神我的心切无你 鱼鹿切无溪水 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乱 他就反老还童 老年就意味着要从更高的层次去施杀真理 要认识到你已经开始了永生的理情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了 要满了执张而常发青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量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你是永恒生命的儿女 你是永生的 让他们重视我们的年老公民啦 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开出天堂观的花朵啦 要点 医学研究表明对时间的效应有着神经质般的恐惧 会产生早衰现象 年龄不是时间的飞驰 是你心中智慧的黎明 65岁到95岁 可以是你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年龄 要满怀喜悦地看着年龄的增长 它意味着你得到了更多的生命掌赏 一位艺术家 一位音乐家 或者一位演说家所表现的精神是真实的 同样你心中所思念的美好 真实和善良也是真实的 你看不到生命 但是你知道你是活着的 老年可以向作是在最高层次上对真理的追想 老年的喜悦比年轻人的喜悦更大 你的思想更加健壮 自然令到你的身体慢了下来 你可以更有机会去撕杀上帝的事 我们纪念一个人不是他的年龄 而是他所做有价值的事 你的信仰是不会坏老的 你的白发是一筆财产 你不是在出售你的白发 你是在出售你多年来累积的经验和财华 你如果停止幻想 对生活不再感兴趣 你就真的老了 如果你容易激动 怪癖 容易怒 爱争吵 你也会变老 向前看 因为你一生都在寻求永生 你的退休是一种新的冒险 培养起新的兴趣 寻找新的课题 去做一些你一直想做 而平时没时间去做的事 你一生都在为着新的着想 现在你可以好好过几日自由自在的日子 你是社会的生产者 而不是社会的囚犯 不要埋没你的才华 社会需要你 一些伟大的哲学家 艺术家 科学家 作家等等 在80岁以后才取得辉煌的成就 老年的果实就是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良善 信实 温柔 和哲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